大家好,我是老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0年6月28号 上午的8点07分 那么今天是一个值得我们全球plus佳人纪念的日子 那也就是我们的官网周年纪念 所以今天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讲一讲必在、能在、正地在 希望大家喜欢 首先还是个免责声明 本人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过承认和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录事需谨慎 金融投资技巧是综合数值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 好,现在我们开始 那首先看看新闻 新闻在币圈字媒体练文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 讲的是万字探讨央行数字货币 DESEP对第三方支付产业的影响 那这篇文章很长 是6月27号出来的 那么这篇文章是从关键驱动因素出发 梳理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发展史 探讨央行数字货币作为新变量 对该产业链产生的影响 以及银行体系为助推其落地 可能采取的推广策略 这篇文章很长 那么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那么它这里的重点是说了什么 是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 如何能够改变第三方支付产业链 那么主要分 它说当前的电子支付产业链 主要分三个侧 第一个是用户侧 主要是掌握用户支付帐套的 头部互联网机构 比如说微信支付宝或者银行 第二个是清算侧 比如说银联网联 第三个是商户侧 包括银行卡的POS机 这些东西 那该产业链的存在 各个机构有收入可分的原因 在于商户愿意付费 而商户愿意付费的原因 在于用户要求使用电子支付装饰 而费现金 那么它这里也提到了 推动迪塞浦落地 有两条途径 第一个是自上而下 包括用于政府国企 等机构能源发放工资 还有动用会的场景 第二个是自下而上 用迪塞浦是央行负债 比银行存款更安全来吸引用户 推动商户来付费 或者为部分商户免除支付费率 那么它认为在前期 迪塞浦的推广 更多是自上而下 而在自下而上的这条路 路径上 可以改变当前支付产业链的分论规则 让头部的互联网机构 还有银行 清算机构 收担机构 来有力的来推动 那这篇文章呢 讲的是非常好 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 好 第二个消息呢 是中国的泛亚数字货币计划 和打破美元主导地位的推动 这个是OK交易所的文章 那为什么要有泛亚数字货币呢 是主要是上个月 在人民政协上的会议上 提出了东亚地区的稳定币 那么这个是关于中国国家政策的 年度会议的一个部分 主要是推荐的这个项目呢 是红杉资本中国的合伙人省委 那么他说翻亚数字货币有什么目标呢 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呢 是降低跨境交易中的汇率的风险 主要是中日韩 然后第二个呢 是提高结算效率 第三个呢 是为DSEP提供测试环境 那么这个提案呢 是由中国的央行 对于这种地区性的数字货币的发展进行监督 他说但是他将由市盈公司设计和开发 所以这个呢 也有可能是我们央行的第二个这个数字货币 第一个我们知道是DCEP对吗 那么第二个呢 有可能是做这个泛亚数字货币 主要是中日韩东亚自贸区来用 那这个也是个好消息 那么他这个说的第三点呢 为DSEP提供测试环境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货币弄好了以后呢 DSEP呢 也可以借这个渠道来进行全球的推广 我们看看后续有没有什么发展 好 另外呢 根据密封财经的报道 说这个CBDC有潜力成为货币改革中的颠覆者 他这里有个新闻挺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虽然中国似乎在创建CBDC的经验中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有消息称 一种可以以Facebook加密货币力不来竞争 并且挑战美元霸权的泛亚数字货币 也在酝酿之中 那么所以呢 这个是据DSEP以后呢 又一个要准备推出的一个数字货币 大家注意关注 看看这个对于我们有什么影响 好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呢 是B债能债阵地债 官网一周年纪念版 那么我们Plus呢 为什么跟别的项目不一样呢 就是说我们官网一年了 我们群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Plus的铁粉啊 在坚信会开网 那么我们坚信的理由 归根结底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项目是真实的项目 它的B是可以查得到的 那其他的所有的访盘呢 什么B债的项目呢 你会发现他们从来不谈B 从来不告诉你怎么在链上查B 因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项目的B都不能查 一查就入线了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坚持Plus的一个理由 一个就是区分Plus项目和别的 所有项目的一个根本的区别 就是咱们的B在链上都可以查得到 而且链上的B呢 每天都在搬砖 而且每天都在增加 这才是我们坚持的理由 这是唯一的一个 就是说重要的区别和别的项目 那别的项目一般都是不敢提这个事情 一提就路线 所以大家还是值得期待 虽然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说 一年了还没有开网 这个让人家非常的沮丧 但是当你沮丧的时候呢 你就查一查B 看看这些B是如何在动 这样呢就能够建立我们的信心 我们相信开网应该会很快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 首先呢我们看看以太坊 那我今天呢 老博士给大家分享呢 就是非小号统计的全球以太坊 排名前100名的地址 那么我们看看有多少是属于plus的 那么我们看看第一个是交易所的 Bitfinex2有389万 那么第二个呢是火币6 火币6呢其实大部分也是plus的 有312万个 第三个呢是币安7有250万 那么这里面肯定也有不少是plus的 然后第4第5第6第7第8第9第10 那都是交易所的 那么第11呢是火币18有65万7 那么这个呢一直是没有动 也是火币的18号 其实就是plus的了 那么以后看看是不是咱们开网提币呢 会不会从这个地址来出来 或者是plus呢 重新再把那78万9个地址呢 这个以太坊呢再把它归结起来 那我们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plus项目方开网提币 到底是用这个火币18 还是要把78万9这个币再整合起来 好 那么第12是合约 第43是微审 那么第14呢又是我们plus的地址 有49万个 那么1516呢是交易所 那第17名有40万个也是plus的地址 那么1819呢是交易所 第20个也是plus地址 有32万5 那么第21个是交易所 第22和23呢也是plus的地址 分别是30万5000和30万啊 然后第242526也是交易所 好从27开始27282930都是plus的地址啊 分别有25万啊有27万5啊有27万4啊 27万3你看 所以你看前二前30名的有一半都是plus的地址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期待的的理由啊 因为我们的币都还在 所以我们开网发收益呢也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好 从30以后31是交易所 323334也是plus的地址 35是微神的啊 然后363738也是plus的啊 那么39呢是交易所的 那么40414243都是plus的地址啊 那么从44呢到48呢就是美国的交易所这个coinbase的地址啊 然后从59开始又是plus的地址啊 然后再往后啊 62啊有676869都是plus的地址啊 那么70个呢是火币13啊 其实也是plus的哈 15万5 然后72也是plus的地址15万2 你看 那么后面从73开始到100都是coinbase 就是美国税赖交易所的一个冷钱包地址啊 每一个都是15万个啊 哎 好 那么后面还有很多哈 15万以下呢也有很多是plus的 咱们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没有统计 那么我们呢从目前为止呢 就是统计了以太坊排名前100名的地址啊 那么以太坊排名前100名的地址里面呢 plus的币呢 统计了有1000万哈 1000万个 然后再加上前两天刚刚打算的那78万9 如果再把它算啊算回去呢 大概加起来有1100万个啊 那只是前100名的还没有算100到200 200到300 300到400啊 然后然后到1000啊 那如果全部都算起来呢 就接近2000万个了哈 所以这是我们值得期待的理由哈 因为大家等郁闷的时候呢 我们就查查币哈看看我们的币是怎么能当动的哈 看看在链上哈 看看这些地址啊 然后呢 我们能够鼓起勇气去继续等待啊 看看没有这些就是咱们的地址 你把它收到那个以太坊浏览器里面 每一个地址都可以查得到哈 所以今天呢就给分享啊 作为一个纪念版啊 好那我们说过了以太坊 我们看看比特币啊 比特币呢 我们用这个bit info chart这个网站统计的 全球比特币排名前100名的地址啊 那么我们看看红色的就是plus的地址 蓝色的呢就是啊 紫色的呢是这个啊 火币我们看看哈 第一名的火币255,000 那么大部分也是plus的啊 第二名plus钱包啊 96,000个啊 第三名不知道 第四名呢是plus的啊 八万八千个 第五名呢是僵尸地址 就是以前的地址很多年都没有动的哈 第六名呢也是plus的地址啊 七万个 第七名呢也是僵尸地址 第八名呢也是plus地址 六万五千个 那么第九个第十个呢是交易所 第十一个呢是plus地址 五万五千个哈 第十二个呢又是僵尸地址 第十三个呢是币安啊 第十四个呢 又是僵尸地址 第十五个呢 又是plus地址 四万九千个 那么第十六个是交易所 第十七十八也是plus的地址哈 第十九个呢不知道哈 有可能是plus 第二十个呢也是plus地址 三万七千个 第二十一个呢 又是僵尸地址 三万六千个哈 第二十二个呢也是前一个交易所 三万五千个 第二十三个呢又是plus地址 三万一千个哈 然后二十四二十五呢又是僵尸地址啊 二六二七又是plus地址 两万六千个啊 那么你看大概前三四个有一半以上都是plus的地址 对不对 那么每一个地址呢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查啊 大家可以放心啊 好我们看往下 同样的哈 那么第三十五个也是plus 第四十到四一到四二也是plus的地址 然后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啊 一万五千个都是plus的哈 四十八不是很确定啊 那么四九五十五一一万四千个都是plus的哈 那么五十二呢不是很确定 那么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 全部都是plus地址啊 你看plus的地址它有个特点 就是说它把大地址呢都打散了哈 尤其喜欢存在两万个一万九一万八一万七一万五一万四一万三一万二啊 把它打成相对小一点的地址就没那么显眼啊 但是因为plus手里的比特币实在太多了 所以它怎么长呢也不好长啊 你看那大地址呢就有也很多哈 然后小的一万五一万四一万三的很多很多哈 那么我们再往后看哈 那么第六十个也是plus的地址 那么从六十一呢到八十二呢都是到八十一呢都是美国的交易所coinbase的地址 那么它有个特点呢就是全部放在一万一万两千个哈 那么从八十三啊那个从八十三到八十四呢又是plus的一万一千个哈 那么八十九还有九十一都是plus的一万个啊 好那么到最后呢八十三八十四一万一啊八十九和九十一呢一万个哈 好我们把它做个简单的统计哈 我们单单只是算排名前一百名的比特币地址啊plus的一加也就是一百二十七万个哈 啊这就是只是算前一百名的哈 还没有算一百到两百两百到三百三百到四百然后到一千个 你把它全部加上去呢就是很接近啊大概就是有两百万个了哈 所以我们的plus的plus的比特币呢就将近两百万个以太坊呢刚刚说了将近两千万个哈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我们值得期待的理由哈 因为我们的币都在啊而且我们的币呢是巨无霸啊是巨金啊 你看我们的币世界呀什么金色财金呢啊每天都在报道我们plus的转币对吧 这个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啊所以我们虽然到了周年没有消息哈 我们非常的失望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币还在而且每天都在增加 所以这是我们值得等待的理由哈 而并不是某个人说了什么时候开网哈 因为我们的币在才是我们真正值得期待的理由 所以说币在能在正地在是吧如果币没了或者币不动了 那我们就可以死了这条心只要币还在只要plusm方还在坚持 那么我们也会继续坚持下去哈 直到开网的胜利的那一天啊 好那么我们看看币世界的报道哈 那币世界报道风险投资人讲 99%的加密项目是骗子经营的垃圾啊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非常的正确哈 那么曾经投资过啊 呃呃 还有Robinhood等公司的风险投资人 Jason啊 Craigson说 从历史上干 有99%的加密项目是由不合格的白痴啊 第一平均水平的创始人或骗子 经营的 的拉的垃圾哈 那只有1%可能会改变世界 那我正在等待那1%的人交付他们的产品 那么这样我就可以和他们的客户交交流了哈 那我们知道那把那1%靠谱的项目就只有是plus了哈 其他的所有的项目大家都基本上在币圈都不要去碰啊 这个是个大实话啊 我们耐心等待plus 嗯 好我们看看这个中心化的交易所 那么这里呢有个平台分析啊 流通总量的14%的比特币呢就是在中心交易所啊 那有260万枚 那前三名的交易所就是美国的coinbase95.4万啊 第二个是火币36.4 第三名的是币安啊26.7啊 那么这三个呢是全球最大的交易所哈 那老博士呢在美国呢就是用coinbase哈 在中国呢就是用火币 但我想以后呢我们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用币安可能更好一点哈 安全性会高一点啊啊 啊手续费也会更便宜一点啊 好 另外一个消息呢警方呢 增破了些涉嫌4.8亿元的非法支付平台啊 什么火牛币啊被抓捕了啊 总共抓获善人员72人哈 确实啊涉及的资金呢4.8亿啊 那么我们也希望像警方呢能够继续抓捕啊 把那些其他的访盘那些都把它抓把它把它都抓起来啊 这样呢能够清洁这个币川的环境啊 非常好的消息啊 好那么今天是官网一周年哈 啊那我想我们要做一点什么来纪念plus哈 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分手分享一首歌哈 孙男的你快回来啊 希望大家喜欢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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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你 时间寸步南稀 我困在原地 任回忆宁静 黑夜里 祈求黎明快来临 只有你 给我温暖珍惜 走到思念的尽头 我终于相信 没有你的世界 爱都无法给予 忧伤反复纠缠 我无法作战 情中有个声音 总在呼喊 你快回来 我依然承受不来 你快回来 生命因你而精彩 你快回来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别让我的心 空无大海 没有你 时间存不担心 没有你 时间存不担心 黑夜里 祈求黎明快来临 只有你 给我温暖珍惜 走到思念的尽头 我终于相信 没有你的世界 爱都无法给予 有伤反复纠缠 我无法躲闪 情中有个声音 总在呼喊 你快回来 我依然承受不来 你快回来 生命因你而精彩 你快回来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别让我的心 空无大海 你快回来 我依然承受不来 你快回来 生命因你而精彩 你快回来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别让我的心 空无大海 别让我的心 空无大海 好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哈 希望大家有个好心情 纪念我们的这个628周年纪念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